在餐桌 书桌 小茶几或在电视机前 居家连线拜金一样服一端正 是慈禁人的精神 防疫期间其实有个想法就是说 内修清静心 外企世间服 把自己的心定下来 也希望世界无灾无难 我觉得每天前程的祈祷是非常重要 因为你不仅是在为你自己祈祷 也是在为你的邻居 你的周围的社区在祈祷 感受是蛮深的 因为感觉上 所以我们线上有七八十位 有时候甚至上百位的屠杀一起祈祷 我觉得这个力量应该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居家避疫 芝加哥慈禧人每天按时线上祈祷 第79期慈禧芝加哥分会经济日 也改以视讯方式进行 我们的个人部事用室也都觉得是非常的好 与其这个时间在家里看新闻去胡思乱想 还不如把心定下来 用心精进 少了交通往返 使得这次精进日有更多人参与 超过250条线路同时上线 大安新闻 真善美之宫 美国报导 突凝在决出场 大散 两门就有个人参与 好 最后一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